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各位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说一下 这个美国的一件事亦都突显了 我说,英国真是走出来7 记得英国国会下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近日在他的文件当中 这个台湾说,罕见挺台 就是称台湾为独立国家,引号 只不过他没有被港化承认而已 那就足够了,前面说的都是废话 最搞笑的,这份报告 85页子就检视政府的印太倾向政策 后来有媒体就问,英国这么做 美国会跟进吗? 美国是不会跟进 维持当前的现状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书默接受访问 美国会说,我们不会跟进 现在怎样就怎样 所以就证明了一些傻 不过这个台湾说到很大 台湾在国际地位部分已经说 被英国称为独立国家 独立国家引号 名称叫中坚国引号 称为而已,没有承认 拥有具有国家地位的所有资格 包括常住人口界定领土政府 我全部引述他 以及其他国家建立关系的能力 只是没有得到国际承认而已 这句话就足够了 前面那些不用听了 我们都说过了 只是没有得到国际承认而已 不是只是的 有这个不受国际承认的话 你就不是的了 不是就不是 等于你永远只能长边活跃 是 等一会儿他又想着冲关 戴霞sir今年又想着 什么大会的又想着冲关 走开 你们又多好 又是那种决心 还是扮做事 这个美国参议院 多数党领袖书默 昨天在国会大厦召见记者会时 有台记者就问了 英国这么做 我们会不会 针对美国国会或者至少参议院 是不是会跟英国 称台湾是独立国家 独立国家人口 他直接了当地说 不要 他也说 因为现状应该维持下去 并且没有说明何谓现状 你真是好事 什么现状 你是不是真的要别人再羞辱多一次 现状就是你们没有被国际承认 你说是什么 一种政策为现状 就是了 不支持台独 那书默就说 他认为现状应该保持下去 美国政府长期的官方政策就是不支持台湾独立 但是近年来他又说了 这个美国国务院的国务卿曾经在内的官员 时不时也有说国务院的 都说台湾是国家 他只是玩玩而已 我们咪口都说 有时候真的觉得 你这些人这么容易就信 真的被人骗了 还要帮人数钱 这些人 时不时他都称我们是国家的 其实华夫可能 他都说可能 对台政策已经静静静地变了 但每一次 你一说是变了的时候 他知道 因为他知道有时候 他都玩东西踩下大陆这条线 就说 Do not support 台湾独立 是不会支持 在美国国会方面 以国家称台湾的国家银行 虽然不少见的 但是由于统独问题 依然相当敏感 所以议员和法案 很少敢谈评论 这个不是正常吗 不过 仍然有几位议员 他都会说几位议员 长期推动台湾主权 台湾主权银行 例如共和党籍的众议员 Tinfany 那些是一向玩东西的 共和党 共和党是很务实的 有什么条件他满足 他可以改口都可以 2020年以来 Tinfany 这位共和党人 叫Tom Tinfany 其实 每届国会都会提出议案的 强调台湾 过去70年都是个独立国家 独立国家引号了 呼吁台美恢复邦交 如果有一天你有机会做到美国总统 你绝对不会提出这件事 那当然这些人没机会参选到美国总统 就等于卓卫斯 他可能都不知道那些BNO人支持他 我都是因为 为什么说到这么大呢 因为我都知道自己没机会再做首相 结果呢 你知道遥远 东方的香港有些人 不是全部 他才是最伟大的首相 一个 当政最短的首相 比生菜还短的首相 叫最伟大首相 你又跟英国主流差得多远 很远 十万八千里那么远 而且卓卫斯都好像没什么理你 卓卫斯都是到处 拿出场费的 多少钱 九万磅钱 他的价价要比他好朋友约翰逊低 约翰逊收得挺贵的 因为始终约翰逊是脱钩的主要推手 很多东西可以说 这位Tifferney 其实他提案起初 是获得一位议员联储 这样是差过某位 发起 谴责这个 中英联合声明的前区议员的 好过 初初一位 但是近年来 因为台湾的重要性突显了 其实近年来中美关系差了 借你台湾作为棋子 那么加加上有44人 但是 当然 和通过这个议案差得太远了 之后 会怎样呢 我相信 多些人也不奇怪 但是 美国其实呢 如果他真是够胆的话 明天你就宣布和北京是断开关系 和台北建立关系 不会 就算特朗普也不会 蓬佩奥也不会 蓬佩奥最多是台湾独立国家 不过这个人也是吃了元宝蜡烛香 因为他也收钱的嘛 他真的收钱的 出场费也很出场费 当然了 这个 当时苏精春说 这些很正常 是呀 很正常的 收钱的正常 是吧 我都觉得正常 难道某个人这么说 买军备都不收钱 不收钱是不赚钱的 可能蓬佩奥也是不赚钱的 但是不是 因为那些 其他住宿 机票肯定包起来 其他自己带 当然他也应该有些中介费 我相信 那过去英国 那原来 英国 原来 还有一些危机的 好心 你的议员 先顾一下自己 不知在何时 不知在其实 我想大约会是在东西 什么事呢 金融时报就 是说这个 汽车服务集团的最新数据显示 原来 这么过冬天 你记得之前英国试过入油站没有油 因为没有人混油 不是没有油 但是 原来 这么过冬天 可能出事的入油站 因为煉油成本不断上升 还有 企业 还有消费者 现在只可以是比更高的 燃油价格 还有 最怕好像之前发觉那样 那些入油站工人 会不会有罢工呢 你知道 这一年半载 其实英国罢工是波罗兰撞阔的 过去几个星期 任何从暑假开车回家的人 都 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一件事 就是 油价贵了 尤其是柴油价格再次上涨 8月份英国汽油价格的涨幅 是有纪录以来最大的单月涨幅之一 平均每升的现油 是涨了7到8个便市 到 1.52磅 到1.55磅左右 汽油价格上涨 不仅是英国 我们也有 一定程度上 可以 用近几个星期原油价格的 走强来解释 伦敦的布兰特原油价格 是基准 从7月中旬的78元美金每桶 已经升到 90元美金每桶 以上 当然 西方很生气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觉得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一起减产 但是一个 不太为人所知的因素是什么呢 煉油成本 之前又是发觉煉油厂的工人罢工 搞到没有油入 可能会在英国上演这个冬天 现在看到 最近几个星期 由于煉油能力受限制 汽油柴油和航空燃油的价格 一路飞升 以柴油为例 虽然原油价格最近 最近升了14% 但是欧洲的柴油批发价就升了25% 汽油价格也出现了强势的上涨 批发市场的汽油价格 基本上 是赶上了甚至超过柴油 国际能源处 在最新的 石油市场报告当中 就说 现在 练油商 享受着接近 创纪录的利润 推动成品 油价格 走强 短期内 短期内 短期内因素 包括 付存较低 还有航空公司 还有驾车人士 在夏天需求 入油多了 到处玩 航空公司 假期期间 当然是航班 也不少 那练油商和规发商 可能 希望减少付存 利率上升 也加大了 为燃料付 这个 筹码 储存的筹码难度 更加强来说 主要是什么 是因为 与亚洲的竞争 差了很多 新加坡是一个很好的练油地方 很劲 新加坡 还有欧欧战争 欧欧战争影响到英国 当然 冬天的时候 为什么可能 会大约在冬季的油会缺 第一可能会罢工 第二 就是 运输成本升到某个 程度 那些 叫做 物流就可能没有那么厉害 你不要忘记 没有司机 之前令到英国很麻烦 那么当然 最近沙地拉伯 科威特和亚曼 建成的工厂也加紧生产 国际能源署就预期 今年 全球链油厂的 日加工量会增加190万 还有 中国政府也 向中国 链油企业 发放了更大的出口配额 所以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中国的出口配额大了 才可以利用到 欧洲的链油是有保证 不然大约在冬季 就麻烦了 关于成品链油零售价格 其实的担忧更加大 即使链油 利润有所下降 原油价格也会继续上升 因为沙地拉伯 把自愿性 原油减产令延到今年年底 说真的 没有人能逼你 当然是你自愿 是吧 布兰特 原油价格似乎 现在又走高 是2023年 将首次突破90元 当然这样可能会降低练油商的利润 但对于司机来说 那当然不是好事 是吧 你的油贵了 夏天 结束的时候就没什么事 但是冬天 依然 担心的 这个气氛是笼罩着英国各个加油站 因为之前 真的有油坊 不是全部 全部油站有的 但是都已经令到大家很害怕了 最重要当时 那些 记得 救伤车和医护人员的车是优先入油的 因为 那个 跟脱油有些关系 因为 那些大货车司机 是走回欧盟 你不留人 而且约翰逊比的条件比较差 留不到人 那天还有BNO说去炸 炸不到 他身材就比较娇小 他手都不够长 很危险 他说你炸不到 你知不知道 态盘是很大 要摆 你扭着 你扭着 那些你知道 是吧 你的身材 或者 娇小一点 真是 不够手长 人家看到你的身材 已经知道 你能不能做到这份工 不是做这份工的了 这个是真的 有些东西 真的是不得不承认的 是吧 好 今次的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 拜拜